放火 别生 别生 七二姑娘 主人在哪儿 御楼春 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忽怨吗 你从主人房间盗走的宝贝 藏哪儿了 什么宝贝 你都把我说糊涂了 你鬼鬼祟祟藏在这里 装糊涂还想蒙混过关 我这是住来散步迷路了 我可没偷东西 散步 姑娘一身男装 散步 又何须乔装打扮 对啊 是方公子让我这样打扮的 我们在旅人 方 Tamam 你们昨晚一起回房 然后让他穿着男装出门 七二姑娘 玉楼春那如今生死不明 没有人可以威胁你了 你可以说实话了 玉楼川遭殃了 嗯 那可太好了呀 那我直说 我穿男装是想夜里逃出你这儿 但是门外事位太多了 就先藏在这儿 我可没偷东西 你收拾了玉楼川 我 还挺厉害的嘛 这时候就别乱说话了 侍卫长刀鞘中的钢刀不见了 尸首光好又在你藏身之地附近 分明就是你夺刀行凶 我 我太好躲在这儿 你别冤枉我 不说也没关系 把你直接一片片拔下来 到时候看你说不说 你们敢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当朝公主 你们敢对我无礼 我诛你们九族 公主 今日 你说自己是皇太后也无用 新护卫是打算在百川人形态面前 驱打成招吗 快救我 我以后庄庄赏你 恭喜你啊方多病 又破了桩大案 是 女宅的姑娘归监察司审问 精卫有分 明镜辩诏 必不让一人蒙冤 杨云春 把你负责的姑娘都带走了 如施姑娘所言 姑娘们走吧 我看谁敢 监察司轻视杨云春 见了本宫还不下跪 杨云春 给昭陵公主请安 快走吧 公主 昭陵 公主 公主 你都为何欺验了 敢问 公主为何会在这里 什么时候轮到你问本公主问题了 现在听我预论 摄去女宅中所有姑娘和慕容瑶的一切罪责 即刻释放 并护她们安全返家 若中途出现纰漏 我唯你们试问 公主 慕容瑶来江湖领事 当归百川苑定夺 我就是要她们都平安无事 办不到 我就去和父皇告你的状 是 属下会以监察司致命 跟百川苑交涉 起来吧 谢公主 清儿 你竟然是公主 谢公主 谢公主 大家快起来 都起来吧 咱们都是换蛋之交了 何必见外 你们对我的好 我都记在心上 以后若有人在欺负你呢 就告诉我 我定给你们出气 喂 清儿 见过公主啊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想我笨到被抓 消化我很丢脸吧 不敢 不敢 嘴上说不敢 其实觉得自己逃婚逃得很对吧 你可好好看清楚了 我可是身高八尺 腰是巨头啊 算了 看在你救过我的份上 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这次我出来这么久 父皇肯定很担心我 警察司要护送我回宫了 恭送公主 这么急送我 你送为谁啊 公主说要走 我才送的呀 你个孟爷脑袋只会贪啊 好了我这就要走了 谈婚的事你就放心吧 我会回去跟父皇替你求情的 公主申明大意 方某万分感激 感激什么 这婚事早几日晚起有什么区别 等你闯好了江湖再办 还不是一样 啊